据说如果往铁锁上到一些叶弹 坚硬的铁锁就会变得一敲就碎 因为叶弹的超低温可以改变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 可我们真能用这种方法打开邻居家的大门吗 为了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 托瑞将铁锁挂在工作台上 并决定对比两种情况下敲开铁锁所需要的时间 当他第二锤下去的时候 铁锁就直接被敲开了 而即时气测得锁须的时间为4秒 然后格兰穿上了防护服 他将叶弹的管子对准了第二把锁 等铁锁完全冰冻之后 托瑞再次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敲击 而令人惊讶的是 这次一锤下去就将铁锁敲坏 同时耗时也仅用一秒钟 那如果换成更大的锁 叶弹的效果会不会更加明显呢 于是他们将牛头锁挂在了货柜箱上 并用同样的方式开始敲击 但这次托瑞的力量明显不够用 一番猛锤之后 不但铁锁没有被砸开 反而敲坏了货柜的门把手 而此时他已经耗时4分钟 可掉下来的铁锁依然还能继续使用 接下来他们换上了同样的锁头 然后放在叶弹中冰冻了5分钟 这次会不会更加容易敲坏呢 当托瑞砸下第五锤时 铁锁就被成功敲开了 并且只花了14秒钟 显然经过叶弹冷冻后的铁锁更容易砸开 但这并不是你进入邻居家的最好方法 因为叶弹的超低温很可能会冻伤人体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去邻居家尝试 据说如果将人类加速到超音速 一旦撞击水泥墙体就会连渣都不剩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可惜 他们来到了火箭试验场 并决定用火箭推进器将志愿者加速到超音速 看撞击300米外的水泥墙会是什么体验 但由于没有粉丝自愿参加本次测试 所以吉米只能将假人老兄 以超人起飞的姿势焊接在火箭支架上 而为了提前庆祝老兄生天快乐 亚当还礼貌地献上一瓶香槟 然后在专家的帮助下 他们开始安装火箭推进器 而这种火箭单只就能提供25000牛的推力 实验中他们决定用十只这样的火箭进行加速 让假人以13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击水泥墙 等亚当眼含热泪举行了告别仪式后 他们躲在掩体中准备发射 伴随着一道火光闪过 假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撞击在水泥墙上 激起的灰尘如同爆炸效果般震撼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清楚地探导 在假人撞击墙体的一瞬间 巨大的能量在墙面激起一道道火光 整个假人在一刹内间化成了气体 并且将50厘米厚的水泥墙撞出一个缺口 之后他们刨开土堆后发现 现场除了剩下几块钢铁支架的碎片 丝毫找不到有关假人的任何痕迹 这要是换成哪个粉丝的话 估计也会连渣都不胜亡 据说如果在充满煤气的房间里 开枪会引发爆炸 但只要将牛奶放在枪口前 就不会引爆气体 因为牛奶能熄灭开枪时产生的火焰 并且在电影《金纯节》中 摩根弗里曼就利用这个原理 在充满瓦斯的房间中击杀了歹徒 可牛奶真的有熄灭枪火的效果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还原电影中的情节 由于房东不允许他们做这样的实验 所以他们只能用木头打造一个简易厨房 并且房间的正面为可翻转的透明设计 以便观察内部气体的燃烧情况 同时还能释放爆炸的气压 之后三人在爆炸试验场搭建好了房间 但因为找不到志愿者扮演歹徒和警察 他们只能礼貌地请出假人老兄进行代替 之后凯莉把手枪固定在支架上 并且枪口对准了牛奶瓶 而格兰则在旁边安装了点火装置 同时托瑞用输气管道连接好房间与气管 由于甲烷的最佳爆炸浓度为10% 所以实验中他们将在这个浓度下进行开枪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拧开阀门开始冲入甲烷气体 当甲烷浓度达到10%时 凯莉拉动了开枪的绳索 尽管牛奶被崩的到处都是 但甲烷确实没有发生爆炸 难道看似荒诞的流言真的符合实际吗 而为了检验房间是否满足爆炸条件 格兰启动了点火装置 这时房间瞬间发生了爆燃 这就意味着手枪的火焰确实不能引爆房间内的甲烷气体 可究竟是不是因为牛奶熄灭了枪火呢 之后他们重新安装好了子弹 并撤下了枪口前的牛奶 等托瑞冲入相同剂量的甲烷后 他们再次扣动了扳机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这次房间依然没有发生爆燃 但当格兰按下点火按钮的瞬间 房间内的空气却一点就爆 所以从这次实验结果来看 不管手枪前有没有牛奶 都不能直接引爆房间内的甲烷气体 那如果换成威力更大的枪测试 结果又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接下来他们决定先做个小型测试 看什么样的枪开火能直接点燃甲烷气体 于是三人在集装箱中打造了一个透明箱子 以此来模拟电影中的场景 然后格兰将枪口对准盒子侧面的洞口 等托瑞网里面冲入的甲烷气体达到10%时 凯莉立即拉下了开枪的绳索 虽然子弹成功激发了出去 但盒子内的甲烷并没有被引爆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开枪火焰只持续了四分之一毫秒 显然这点能量是不可能引爆甲烷气体的 所以他们换上了装药量更大的9毫米格洛克手枪 可经过重复相同的实验他们发现 虽然这次火焰比之前大了很多 但依然没能引爆甲烷气体 所以他们最终决定用马格兰手枪进行测试 而这种左轮式手枪在激发时 会有大量火焰从枪口和转轮间隙喷出 可这样又能否成功引发甲烷爆炸呢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 尽管这次的枪火已经非常明显 但是依旧没能引爆甲烷 为了实验的继续进行 他们只能将甲烷换成氢气进行测试 因为氢气被点燃所需的能量只有甲烷的15分之一 而当凯莉拉动扳机的瞬间 剧烈的爆炸吓得几人连连后退 这次枪口的火焰终于引爆了可燃气体 可牛奶真的能阻止这样的爆炸吗 随后他们重新制作了模拟厨房 开始正式实验 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在房间内安装了两把手枪 并且在其中一把枪口前放置了牛奶 等托瑞往里面冲入好清气之后 凯莉激发了被牛奶堵住的手枪 随着一声爆炸 房间直接被炸得四分卢裂 所以电影中的情节完全就是扯淡 牛奶根本就不能阻止枪火引爆房间内的可燃气体 据说经常开车的老司机都会在车门里塞入一本精品煤 因为这样车门就能抵挡子弹的攻击 可我们经常阅读的书本真的具备防弹的功能吗 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流言组决定亲自打造一辆防弹汽车 看子弹能否透过车门击杀里面的志愿者 于是他们首先来到路边的停车场 并悄悄卸下了几扇车门 等拆除多余的门石板后 他们将收藏多年的精品煤塞进了车门 而为了精准命中有书本的位置 凯莉在车门上画好了把星 之后他们将车门摆放在距离9米远的位置 本次实验他们计划用不同威力的枪支进行射击 而首先测试的是威力较小的马格南左轮手枪 当凯莉扣动扳机的瞬间 虽然在正面留下了弹孔 可子弹却没能击穿车门 紧接着托瑞换上了9毫米手枪 这次子弹还是卡在了书本5厘米深的位置 就算使用点45的手枪射击 子弹依然不能穿透车门 可见书本确实阻挡了手枪子弹的攻击 于是他们升级了火力 随后格兰用加兰德步枪展开了测试 而这把枪的出塘速度达到了850米每秒 它能轻松击穿7厘米的防弹玻璃 伴随着一声枪响 这次子弹终于成功穿透了车门 并且击穿后的速度足以造成致命伤 最后托瑞又用猎枪进行了射击 虽然它的威力比不上加兰德步枪 但子弹同样击穿了车门 可见一本书的厚度确实能抵挡手枪子弹的攻击 但面对威力更大的枪支 显然还需要更多的书本 于是他们在车门后放置了10本精瓶煤 而通过随后的测试他们发现 叶枪和加兰德步枪都没能射穿书本 并且子弹都停留在第一本书中 所以只要两本书就能抵挡一般子弹的设计 那么如果将汽车全身贴满两层精瓶煤 普通汽车是否就能变成防弹车呢 而从左下角懂车地可以搜索吧 小米苏西采用创新铠甲龙式钢铝合金车身设计 并有高达90.1%的高强度钢和铝合金 安全性肯定无庸置疑 至于能不能防弹 想看测试的可以评论区留言 据说如果汽车挂在悬崖上摇摇欲坠时 一只小鸟的重量就能导致失衡坠压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下面留言组向好朋友借来了家常版豪车 并决定在朋友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坠压测试 这次他们计划用灰井路宝压在汽车的引擎盖上 而它是世界上已知能飞行的最大鸟类 但为了假装保护冰威物种 波瑞用沙袋制作了一个大鸟模型 并且体重与灰井路宝相当 同时格兰也打造了一个火机吊架 它可以准确控制40只火机 一次落在引擎盖上 这样就能在大鸟重量不够的情况下增加压力 之后他们来到了悬崖边上 而悬崖的高度达到了100多米 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 他们只能将假人老兄塞进了豪车里 然后利用悄悄板的原理找出了汽车的平衡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吊车的帮助下将豪车放置在悬崖的边缘上 并且调整到坠崖的临界状态 可重达18公斤的大鸟 真能让豪车失去平衡吗 然而当他们将模型释放在引擎盖上后 汽车并没有任何反应 显然这个重量还不足以打破汽车的平衡 于是格兰使出了自己的终极武器 随着绳索的不断释放 火鸡如同下饺子一样一次落下 当增加的重量达到227公斤时 车子才开始出现了倾斜 最终在第26只火鸡落下后 豪车终于坠落了悬崖 而此时加载车头的总重量达到了318公斤 所以仅凭一只鸟的重量是无法让汽车失衡坠崖的 除非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本次实验经费有点大 建议大家用朋友的豪车进行尝试 据说汽车在高速行驶中遇到刹车失灵时 切换成倒车挡就能紧急刹车 可这样的做法真的可行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向朋友借来了两辆全新二手汽车 并决定瞒着朋友在急速行驶中强行挂倒挡 但在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对比测试 分别让自动挡和手动挡汽车 在时速80公里时极限刹车 看正常刹停的距离需要多少 首先格兰驾驶自动挡汽车开始加速 当时速达到80公里时 他猛地将刹车踩到底 果然不是自己的汽车不肉疼 强大的摩擦使轮胎冒出了轻烟 通过测量得到自动挡汽车的刹车距离为20米 随后托瑞驾驶手动挡汽车开始了测试 并且在相同时速下紧急刹车 而这次的刹停距离则达到了25米 那如果切换成倒车挡 真的能让汽车更快刹停吗 接下来格兰启动自动挡汽车再次进行了实验 当时速来到80公里时 他快速将挡位切换为倒车挡 可这时汽车完全没有按套路触牌 尽管倒车灯已经亮起 但汽车依然向前滑行 直到690米外才停止下来 可见自动挡汽车在行驶中切换倒车挡 并不会有刹车动作 那手动挡汽车又会不会改变实验结果呢 下面托瑞再次启动了手动挡汽车 当时速达到80公里时 托瑞长式切换倒车挡 这时汽车的变速箱突然发出尖锐的叫声 并且不管托瑞如何用力 档位都不能挂上 同时汽车也偏离了轨道 为了避免事故 托瑞只能踩下了刹车 显然不管手动还是自动挡汽车 根本无法用倒车挡来实现刹车 所以当遇到紧急情况时 千万不要尝试切换倒车挡 否则可能会车毁人亡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车长式 据说人永远无法在充满气泡的水中游泳 因为无数的气泡会减小水的密度 当水的密度小于人体时 人就会像石头一样沉下去 可看似有理有据的现象真的可能发生吗 为此亚当和吉米决定用实验进行验证 但在正式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做个小型测试 首先亚当在圆筒内装上钢珠做成小号亚当 并且放在鱼缸中来模拟落水者 然后在鱼缸底部安装了气泡发生器 如果气泡减小了水的密度 那么小亚当就会下沉 但当他打开气压的阀门 圆筒不但没有下沉 反而还上升了一厘米 难道气泡不能改变水的密度吗 而亚当却坚信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于是他们决定进行大规模实验 为了制造更多气泡 吉米将自己两年没洗的枕头套 改成了大型冲气包 然后用钢架焊接进行固定 当连接气泵后就能均匀产生大量气泡 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废气的化粪池 并将亚灵压在冲气包的四个角 以便能顺利沉入池底 之后在吊车的帮助下 冲气包被放进了水中 为了避免在化粪池中淹死 亚当换上了潜水装备 那么它会不会在气泡的影响下沉入池底呢 随着阀门的开启 无数的气泡喷涌而出 看起来亚当确实在不断下沉 但与计划中不同的是 强劲的水流将亚当迅速推到一边 之后才被翻滚的水流带进水中 亚当认为场地的大小限制了他的实力 为了让结论更加准确 他们决定再次扩大实验规模 下面留言组打造了一个 1.2乘以5米的巨型冲气包装置 并且决定这次实验在游泳池进行 机理操作机器将装置放入水中后 助手启动了冲气阀门 看似一切都很顺利 但很快装置承受不住空气的浮力开始上升 1500斤的钢铁差点让亚当开了席 他们只能不断往装置上添加重物 直到增加到1900公斤时 装置才被稳稳地按在池底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首先开启四分之一阀门 亚当在水中肆意卖弄他游泳技巧 并且成功穿过了泡泡区 可游回来的时候却没那么容易了 不断翻滚的水流将他推到了泳池边 可见气泡翻滚的力量远超密度降低带来的影响 接下来他们将阀门开到了最大 这时泳池如同游过一样剧烈翻滚 可这次亚当还能顺利游过去吗 尽管亚当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 但一顿操作下来 强大的水流让他几乎寸步难以 由此看来 充满气泡的泳池并不会使人下沉 但由此产生的水流却能导致无法游泳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